今天是周五 下周周三就開始 好快哦 開始上學了 讓我開車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 欸? 倒車是這樣子嗎? 嗨 大家好 我是Ogo 我今天呢 剛剛去完 體檢 在台灣第一次做體檢 那做體檢呢 就是我要考 普通汽車駕照 了 耶 我真的是 一直以來 就跟朋友也是 跟阿格莉也是 我一直說 我一輩子一定不會考駕照 我完全不想開車的 但是呢 為什麼決定考駕照的原因 就是最近啊 因為阿格莉工作很忙 有看我們的影片 大家知道 少爺幼兒園有轉學之後 就是學校紀律又比較遠一些 所以我經常接送 都是騎電動腳踏車 就在少爺去學校 而且那台電動腳踏車 還敢買而已 對 一個月左右 快兩個月這樣子 就出大事了 而且還買 而且不便宜啊 那台3萬多 真的很可怕 給大家看照片 騎到解體 當時那個少爺在後面 但是先跟大家講 我和少爺完全都沒有受到傷 有綁安全帶 有帶安全帽 對 還好那個車沒有倒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只是 真的有驚嚇到 就 覺得會有陰影欸 我覺得發生這種事情 所以我就想說 應該考個駕照 在少爺 會比較安全一些 只是 這輩子我真的沒有看過 對 後來就是說 那個腳踏車的那個螺絲 鎖的螺絲 鬆掉了 重點是才一個月而已 對對對 而且是兩個都掉 那更扯的是 然後回去修的時候 他說啊你前面也 螺絲也鬆了 但是我覺得 這也是 老天安排 讓我去 跑車站吧 欸我每次遇到壞事 都會這樣想 欸像 妳禮 妳是禮拜一 我們家小朋友 掉 那個掉在地上啊 好像有安全帽 那說不定 我有安慰修口 我說有時候 發生事情就是 欸 就本來妳的命啊 這個運喔 就是要遇到這件事情 對 我們看那個唐其楊 他說最近會遇到這種 比較側視的事情 就是交通的 好準喔 喔我跟大家講 我真的有嚇到 所以 周一發生那件事情嘛 所以我們周二 我就 和阿格力讓 讓他帶我去 新天國 收金 呵呵呵 對 周一發生 所以我就是周二吧 就馬上 跟阿格力說 我要去考駕照 嗯 然後就 報名 一個駕照班 不過你考上之後 我有跟修口說 我也不會 就讓他馬上 就載他 因為我覺得 開車要一段時間 是 我能載的話 還是會載 但我真的 發現 生老兒子 變媽媽之後 改變了好多 中文有一句叫 唯母則強 意思就是 你當媽媽之後 會為了小孩做 很大的改變 不管是脾氣 哈哈哈 還是能力啊 還是能力都有 也是也是 我每次坐車都覺得 我開車好可怕 而且 台灣很多摩托車嘛 機車 就是 轉來轉去 對 會嚇到 對 我在日本都不改開了 但是真的是為了 小朋友的安全 欸 這個 體檢 就超快 就結束了 有量身高體重啊 還有那個 視力啊 還有那個 聽力 對 他會在你的耳邊這樣 就是左邊 出聲音 你要擠起那一邊的手啊 可是你考完之後 你會更有感覺 就是說 那路上為什麼 還是那麼多三寶 喇叭啊 什麼聲音啊 完全都聽不到 明明最好說 健康檢查 那個跟身體沒有問題 那個沒有關係 有啊 他聽得到聲音 但是你 你爸他還是怎麼樣 都沒有用 還好我的視力很好 都是1.2 1.2 今天是週五 下週週三 就開始 好快喔 開始上學了 好久沒有這種上學的感覺 就是老師 教你 這種 然後邀請我考試 好快喔 所以等等就要把這個 體檢的 去 教給我的 大訓班 對 這個呢 就是 學生們考試都很緊張很累 所以要 有 有 我們學生 看到 就 覺得 心情比較 放鬆一點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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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今天要開始 你看自己去教這個 心情如何 心情 你心情如何 欸 就像 自己的小孩要去上學 有點 也不 有點期待 但是又有點 怕說會發生什麼事這樣 有可能我考上之後 我每天就去賽車 然後 會不會 跟你一樣 就一直跟我看 欸 這個車 就是怎樣 就不要買 哈哈 有可能欸 因為沒有擁有過 其實 都不準啊 我覺得後面那台很適合你 那個蜜蜂 大黃蜂欸 變形金剛 看我開車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這樣 欸 倒車是這樣子嗎 你 你可以發明你的 倒車舞 還不錯 還要單手這樣 過那個橋 不能壓線 壓線扣分你就 哇 好大喔 不知道第一天是 怎樣的一個 行程 坐在旁邊那裡 應該是 應該是第一天 欸 但是第一天已經 如果可以 用這個 的話 我覺得也蠻有趣的啊 也蠻棒的啊 第一天模擬感覺的啊 你有記得你當時考車的 教練嗎 哈哈哈 你拍我一下 對啊 你想起來什麼嗎 開開開 然後教練 久了他覺得我會開車 在旁邊睡覺 有一次我不小心 撞到前面他就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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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教練在睡覺 偷懶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 你練的時候 也有撞過槍 有啊 就沒有注意 不太習慣那個安全感啊 是喔 所以一開始 撞是 比較 反正都有保險 不用害怕 應該這邊 那個裡面也都 是吧 不會只有這一塊吧 只有這一塊而已啊 是喔 因為現在有道路駕駛 所以會開出去 蛤 我不要 有路考 跟裡面的考試 我只想開在這個裡面 我不想開出去 不行 以前台灣的考試 就是太簡單 只有裡面 大家都會背欸轉幾圈 大概 就可能可以倒車 現在不行 好啦回家囉 下週見 大家幫我加油 加油 加油